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期十二天的《重寻赤星国第一届风子凯儿童图画书奖巡回展》 昨天在上海图书馆开幕 两岸三地众多优秀华文原创图画书精品亮相 吸引了众多的青少年家长和图画书爱好者 以中国著名艺术家《漫画童书》的先驱者风子凯先生命名的展览 吸引了330部作品参选 最终评选出12部获奖作品及31部入围作品 此次在上海站共展出首届获奖及优秀作品9部 展览以书为核心概念 延伸出创作出版阅读三方面的内容 展览还介绍了图画书的制作过程 图画书的组成元素等 主办方陈一新家族基金会主席陈宇嘉表示 目前华文原创儿童书作比较匮乏 市场上翻译书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 展览旨在鼓励更多优秀的华文图画书的出现 图画书是一种新兴的儿童文学类型 但不同于我们平时看到的图画读物 图画故事 连环画以及小人书 每本图画书中的字体可以有多种变化 图画书的开本 版型 封面 都可以根据内容和使用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图画书的封面 就是因为科学券的封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